幼童猪牙期,玩具要紧选 家长在购买玩具时需注意对象年龄 否则处于猪牙阶段的幼童玩耍时,容易交出货 儿科专家说,调供车肯定不是一两岁以下的儿童 因为当中可能藏有电芯,容易被拆出误吞 天线亦有机会刺刀喉咙、眼睛或身体动脉 加上四轮滚动时,儿童一旦踏中就会逼倒 两岁以下的幼童爱咬东西,部分到了三、四岁仍然爱乱咬 故此年幼儿童的玩具必须没有细小组件脱落 而且不可有监狱部分突出,以免发生等候窒息或刺伤身体等意外 家长若发现子女遭义务等候,若完全看到物件,便可尝试取出 但若义务跌得太深甚至刺入身体组织,切勿强行拔出 以免加深伤害,须尽快送院处理 贵 贵 贵